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第一场的这个实拍的车啊 就献给了我身边这台北汽的模仿 它是北汽即将推出的一款全新的紧凑机的SUV 要说起这个紧凑机SUV市场啊 向来是各个品牌的必争之地 那么北汽魔方呢 就是北汽拿出来的最新的武器 那么这个武器能否为北汽在这个同级别的市场杀出一片天地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在现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没有一个出色的外形怎么能吸引到大家的关注呢 所以说呢 我们先来看看北汽魔方这个外观啊 它采用了钻石星辰的设计主题 尤其是这个前脸 你看它一些比较锋利的线条和这个锋利的形面啊 组合在一起 确实有种钻石切割的那种感觉啊 再加上当下最流行的最潮流的这种无边框的前隔山 而且里面呢 还有这些平行的块啊 然后还有这个分底式的前大灯啊 营造出一种啊 比较年轻时尚的这种感觉 而且呢 它甚至还有一些这种科技感 还有前卫感啊 可能有些人看了会以为它是一款新能源车啊 但是啊 它是一款燃油车啊 实实在是一款燃油车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侧面看一看啊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不要被它这个比较花售涂装所影响啊 因为它这个应该是为这次活动做的这种特殊的这个涂装啊 其实呢 它整个侧面呢 没有多余的这个线条 同时呢 再加上它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 所以整个侧面显得还是非常的简洁的 然后呢 它这个采用了分底式的车身 同时呢 车顶你看后边还有一点下溜啊 还是比较时尚 而且动感的 而且呢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一个小细节啊 就是在这里 你看它这个后视镜好像跟我们普通的后视镜长得不太一样啊 其实呢 它是有两种的这个选择 一种是我们那种普通的外后视镜 同时呢 还有这种更科技感的这个电子外后视镜的这种选择 关于这个电子外后视镜啊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再多说两句啊 其实呢 它这就是一个摄像头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支架 所以呢 体积要比传统的后视镜小了不少 它是更小的体积带来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减少视线的遮挡 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降低风阻 同时呢 它还有其他的好处是什么呢 一个是可以自动防旋幕 然后倒车呢 可以自动下翻 然后呢 它在倒车时候还可以提供倒车辅助线 以及路边距离的提示 那么它的这个画面显示在哪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哈 开门 就是在这里 你看它这左右门哈 都有一个显示的屏幕 然后看了一下这个清晰度也不错 然后也没有什么这个滞后哈 所以我觉得现在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用光了传统后视镜的我们哈 在观察这个画面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再来试用一下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到车尾看一看 首先是这个上边有一个分体式这个大尾翼 看起来还是挺有范儿的 然后中间呢 是这种贯穿式的尾灯 然后亮起来这个效果呢 科技感还是挺强的 目光往下移呢 就是这种类似核酸器效果的下包围哈 看起来也是比较动感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坐在车内来看一看啊 它这个官方称为星际引擎中控台 特别是它这个两边的出风口啊 看着还真有点像那个飞船的引擎的喷射口啊 特别的科幻科技哈 同时呢 它的这儿还有这个全球仪表啊 大尺寸的这个中控屏啊 还有这个电子挡杆啊等等 这些也都是提升科技感的好帮手 虽然北汽魔方是一款人有SUV 但是呢 它的这个智能化方面的表现 我想应该不会太逊色于一些这个新动员车啊 因为它有华为的全面加持 首先它是有着车规级的麒麟990A的这个芯片啊 算力达到3.5Tops啊 据说呢 它的这个算力可以比肩 华为的Mate 30 Pro哈 我觉得这样呢就可以带来这个更流畅的 Mate 30 Pro哈 Centralized can't contain it We're changing lives yeah Upgrading Color to a side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What keeps you up and now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What keeps you up and now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a deal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ir blood You got me like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a deal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ir blood Hey It's too late to try to go contain it A generation fueled by creation We live lives on a small screen nation We control the airwaves no negotiation Yeah 这种表现我觉得也算是同级中正常的水平 啊然后呢啊 我再谈谈他在这个座椅的程度的感受 首先给我啊最好的一个点 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座椅的坐垫是非常的软 要比前排软的坐起来要更舒服啊 因为我这个屁股还是更适应软一点这个坐垫啊 同时呢这个坐垫长度也是足够啊 对大腿的承托也是很不错的 再加上上边有一个全景天窗 下边呢纯屏地台 我觉得坐在后排呃 乘客们应该不会有什么能抱怨的地儿了 啊虽然我们这次是静态的天没法把它开起来啊 但是我也可以和大家聊聊他的这个动力系统啊 首先他搭载的是磨合1.5T发动机啊 最大功率138千瓦最大扭矩305牛米 然后呢啊他的官方的百公里加速是7.84秒 动力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他搭载了一项比较独特的技术就是VGT可变截面的涡轮啊 具体的这个原理呢我都不跟大家聊了 大家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 就是呢啊它是保时捷所采用的这个技术啊 这个说实际是不是很有面子啊 啊那么这个技术最大好处是什么呢 它就是可以降低啊低速时候的动态响应时间啊 也就是说呢啊它可以减少涡轮迟滞让动力更跟脚 至于具体的表现怎么样啊到时候还得试驾才能知道 不过呢它已经成功的引起了我的兴趣了 虽然未来是新能源的天下啊 但是呢现在施然率的大头还是燃油车啊 那么不过燃油车也是要求变 你看北汽魔方就是如此 不论设计还是智能化啊等等这些方面 它都在向新轮车看齐 当然这也是符合当下的潮流啊 静态给了我不错的感受 那么如果动态也能有着不错的表现的话 我想它在同级别应该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